我们读书的时候说 我好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突然发现没什么 没人没钱没资源 现在创业是什么 有人给你钱 有人给你资源 什么都可以你自己去做 就可以把你的想法去贯彻下去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 创业其实是把你的一些价值 去转换成你 就是你潜在的价值 转换成真实价值的一种 有效的时间的过程 邱义武 毕业于浙江大学工业设计系 现为杭州营造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今天邱义武受邀代表营造科技 前来分享他们的创新成果 邱义武的创意构想 使他在该场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不久前 这一项目还争取到了和富士康的合作机会 我当时正好推着我的车 我说过程我们在做这样的车 然后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车 因为财经最近发布了一个怎样怎样 我用财经的故事来说明环境问题 出行的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了 然后呢 我就说我们未来会是往怎样的方向去做的 先去洞察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他的诉求点转换成我的诉求点如何去结合 我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然后如何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 在充分考虑的消费者诉求和技术条件不断成熟的情况下 云马智能代步车诞生了 其实当时我当时有好几个判断 就是第一个判断就是 现在快滴滴打车出来了之后 你短距离 有一段时间闹得特别耐热 就是巨窄嘛 因为你现在从这里去灵太两公里 别人不让你大你 那你怎么办 你打车都打不到 然后公交车就不想急 就是短距离出现不出现问题 然后呢环境污染 然后呢包括就是大家说的互联网家 那个时候互联网家还没有那么明确 但是我一直决定 相信互联网的信息革命会改变传统行业的 很多很多背景融合到一起去了之后 包括性能源电池的一个发展 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 就是大蛋糕 然后呢又是一个软柿子 就是可以捏的 就是因为它的竞争门槛很低 大家还是很原始 那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优势 就比如说我们设计的优势 我们技术的优势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发挥我们的优势了 那很多很多原因去判断 比如说要不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尝试尝试吧 其实改变的就比如说 改变的有包括传统的见销方式 传统的销售方式 传统的体验方式 其实这也是互联网的魅力在哪里呢 就是互联网可以让很多的事情可以重构 就比如说我们在坐的车 我们坐的不是大众车 我们坐的不是保有量 我们坐的可能是更加是哪一种 就是原来不起车的有一波的年轻人 他看到这样的车之后就觉得 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其实是发掘出了一个新的一种消费的一种趋势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就是说 想要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车 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车 通过我们的系统来提高城市出行的效益 前沿的理念吸引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合伙人 从设计到技术实现 从融资到市场运行 上至70后下至90后的追梦者们 组成了这支独特的云造团队 当然就是面临找工作的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也在一些大公司 是国企民企跨国就是外企都有实习过 但是就是感觉在那边工作不是 就是说特别的赤口我 我还是喜欢去一些创业型的公司 然后呢后来就就也找自大这边的创业团队 那后来就找到秋一五 但是云造规模还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方向和公司定义 都是比较明确的 然后也愿意就是说去 去拼搏一下份 就是能做出一个 能做出一些就自己满意的一些产品 对我来讲 很有朝气跟亲和力的这么一个人 第一次见秋总的时候 觉得没有说传统行业的这些 我们讲CEO的这些所谓的一个霸气 这样一个比我更年轻的这么一个团队里面来 以前我在管工厂的时候 我可能我在想在某个场合我可能要严肃一点 我可能心态会更沉稳一点 那到这里到这里以后我发现我整个人变得很轻松 整个人变得很轻松 就因为整个团队比较年轻嘛 大家沟通方式也比较open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能够更融洽地去交流 就大家目标很一致 就是我们为了做成某一件事情 达到某一个目标 那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去太拘泥于小节 和一些我们讲传统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初创团队最可贵的地方 长桌 吧台 小盆栽 大包零食 大量藏书 个性标语 云造的工作空间更像大学社团的据点 少了封闭与隔阂 多了互相交流协作的可能 首先就挺大牛的吧 你看就89年的现在已经是CEO了 然后我现在我是94年 我就想我自己五年后会是什么水平 然后就觉得他厉害 完了之后就是他挺有趣的 包括那个你看到的那书架上的藏书 就是有很多秋一五个人私藏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平常跟我们交流 就是不是很有架子 就是都能跟我们好像是平级的这样子的关系 还有就是他对设计的理解 包括对商业上的事情 都让人觉得很佩服 我有一次我影片当中很深刻 就对着这一个板 突然有一天到外面聊天聊天聊着 就给他们讲故事 讲我当年怎么读书 怎么见热大的这些故事来告诉他们工作的方式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技术的工作我没做过 我也指不出他们专业的那种方式来 但是我会用我原来接触过的那些设计的故事 我经历过的事情来举例子 这一笔给他们听 然后可能就会更加好理解 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 就是切换频道 就是现在在这一个频道上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 突然等一下切换到那一个频道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肯典型的一点 我最近我一直在说就是说 更加职业化的时候 职业化的时候就职业化 私人化的时候就私人化 尽可能让自己的这种角色更加的分明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离听已经见这道了 因为当时见这道的时候就感觉是 我本应不属于这所学校的 但是很心里进了这所学校的这种感觉 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工业设计做的好多的作品 突然发现说图丁可以这样子设计 加持器可以那样子设计 菜榜可以那样子设计 突然然后他又说设计师是造梦的人 就是你的每一个产品其实都是一个梦 突然发现就说 我也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哇原来设计师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 可能那时候就开始喜欢上设计的 刚开始就比如说我拿一个大写的A来说 我在word里面我现在是一号字体 二号字体 三号字体 四号字体 五号字体 六号字体 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可能刚开始的思维跟心胸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说 我只要能把这支笔造好就行了 我仅满足于此 但是后来发现我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呢 事情可能不太 就是 还是设计这一件事情 无非变得越来越广 以前就是觉得我是造力的 但是现在变成 除了造物还可以造很多事情 连模式都可以造 连系统都可以造 连人生都是可以造的 就是突然发现 就是其实还是这个A 但是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其实就是视野跟心胸就变得更加的宽广 随着视野和心胸的开阔 秋一五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个人成就的突破 在创业的同时 他也不忘传递创业的精神 今天是他第三次为来到这里的青年创业者授课 秋一五不仅仅是 因为它是我们文化创业 其中有一块课程 就是讲互联网 传统企业它需要 就是面对互联网家的环境下 它需要知道 到底什么是互联网家 它自己的这个企业 怎么可以跟互联网家结合起来 秋一五不仅仅的云造科技 它又是一个基于互联网 最新互联网家环境下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觉得 请他来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互联网加这个大环境加什么加他自己的科技 那他来讲就可以给同学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我给他们的帮助就是打开他们的一双新的仓户 是什么 哇原来设计会是这样子的 原来我如果说这样子去做可能会是怎么样子 就是想象力就变得丰富了 其实我当时读设计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未来我们很多的人其实都是设计师 就是跨界的人其实都是一种广义的设计师 其实当时的一个动力就是说 想要改变别人对设计的认识是怎么样子 但是未来其实我到学校里面我去讲的话 我讲了一点很重要的一点话题 就是这个时代的设计是怎么样子 就是创业跟设计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关系 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有一种通识 有一种普及的一种了解 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我认为它是一个目标放的会更长远的这个意义 它如果说是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 它已经获得了红队大奖 它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的话 应该是已经得到了肯定 如果说是它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能力来获得金钱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而持续可以获得金钱道路 但是通过运行这么一个公司 只能用这么一个产品 在我看来它其实是心里有更大的一个抱负 包括现在我们产品已经和小米 已经和富士康 以及未来还有很多的大楼 其他公司会合作 所以在我看来它的野心和抱负 永远无限于现在的 就这样 最底层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想证明我们设计师是有价值 是有能力把一些事情去做好 通过我们的产品 通过我们的业务 通过我们的商业模式 能给我们这个时代也好 下一个时代也好 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社会 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来 那这个可能是我从底层的 一种驱动力以及我的一个梦想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2015浙江大学 党委宣传部新闻办 赴杭州营造科技有限公司实践团队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跟随 可观察了秋毅舞和营造团队的工作生活 记录一带一路上的热大天某人